男子在海中游泳却遭到攻击 而且凶手还是一向被认为友善可爱的海豚 日本府警县从2022年起就不时传出海豚伤人的事件 今年夏天更是一口气暴增到18起 是去年9起的两倍 那边的男人两人站在那边 其实海豚是肉食动物 它嘴里的100多颗牙齿各个都锋利无比 轻轻一咬就能够咬下一块肉 另外海豚游泳的速度高达每小时40公里 前年7月就有男子被撞到肋骨骨折 专家推测 这种海豚有雄性相互亲咬表达友善的习性 万一所谓的攻击事件只是力道没有掌握好 不过也有科学家认为 有可能是与人类共有 让海豚的压力过大所致 不过不管原因为何 当地海水浴场都贴出了公告 要民众不要随意靠近野生海豚 还准备能够释放超音波的驱赶工具 就是希望大家能与海豚保持安全距离 给彼此共存的空间 民事新闻林浩博综合报导